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夜升哥 那今天给大家测试一看相机包 就是这款Bellinghan 那么这款Bellinghan的相机包呢 我非常的喜欢 买了大概已经有一年多了 它装的东西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完全需要 完全满足了一般摄影师的需求了 那这款包呢叫做Bellinghan Shoulder Bag Heavily Shoulder Bag Small 其实我个人对它们的这一个系列 这个命名啊 这个非常的不喜欢 它还有一个Pro版本的 我觉得辨别Pro或者不是Pro的话呢 它上面就是有一个手提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没有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小 但是它真的是非常的能装东西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快速的这个 快速解开的这个东西 就放上一蹬 然后往往一摆 就可以摆开了 里面都是这样 就根本就不会有人去解这个 因为这个实在太复杂了 那里面呢它是有一个这样的绿色的芯 也非常的好看啊 外面的这个卡尼色 摄影黄吧 我就这么称呼它了 就是这个颜色加上里面绿色 我觉得蛮好看 它有很多配色 但里面一般都是绿色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外面防雨 所以像温哥华这种天天下雨的地方呢 非常适合背这种包 不可否确实有点贵 像200多美金可能将近300加币的这款包嘛 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 你看它的设计 在这边它这个东西过来之后 也就是雨其实是打不进来的 这些设计其实都是非常的细节的 那总而言之吧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在这里边这里还有一个扣 这个扣把它扣上之后 它就不容易活动了 但如果你不想要这个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把整个的这个芯 拔出来的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软啪啪的包了 然后你就可以只用这个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里边到底可以怎么去装 那首先呢它给了你很多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小的这个隔板 然后中间有这种大的长的隔板 可以让你呢把这个大的区域隔开 本来我是有两个这种小的隔板 但是另外一个找不到了 所以只能一直用这么一个了 那你看它这边也设计非常好 这边有两个这种这种材质的 它可以轻易地粘在这个这个里边的芯上 然后你可以把它固定在一边 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是这种活动的 它不会有任何粘的效果 所以就是打开就是像一个火槽而已 非常的好用 那么这款包我为什么非常满意呢 就是我通常都会带两个机器 两个镜头 还有一些附件 打这个包不可思议吧 比如说我现在身边就有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6500 就可以放进去 我的A713呢正在拍摄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尼康的复古的这个相机 假设这个是A713 因为A713通常比6500大一些 那么它确实这个尼康可以比较大一点 如果我直接把这款尼康镜头放到这里面 尼康的机身放到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就是还是挺还是这个还是挺深的 它这里面还有一点小的空间 如果放6500的话在6500身上还可以再放一个镜头 比如说这样放进去之后 然后你可以拿一个小的镜头 还可以再放在上面 看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只是下边有一点可能会有点刮痕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找不到另外一个这个原因 如果能找到另外一个这个 可以放进去 然后再把它放上去 就不会刮到了 那么OK 那么我们现在放一个A713 基本上放一个A713或者A9或者A7R2 这样的 基本上中间我觉得就放不下去了 那我建议呢 这个袋子一般卸掉 一般拍摄拿袋子很麻烦 那么这个是中间A713 通常呢 我会放一个变胶 或者是很大的这种长胶 那我现在手里拿呢 这个是F1的索尼的90VG的镜头 这个镜头很很很大 那你也可以用Tamaran的这个2875的这个镜头 跟它差不多大 都可以把它放到一边 比如说我放在这里 是吧 这个呢 基本上高度已经差不多满了 另外一边呢 你可以选择两个头 因为我如果拿着6500的话 6500在哪里 在这里 6500是一个半幅机身 那如果我把半幅机身放到这里边之后 它大概只满足了多四分之 嗯 三分之二的距离吧 所以你勉强把它放在上面之后 这样 你勉强呢 可以在上面呢 再放一个镜头 但是再放一个镜头的话 我通常就是推荐 放 比如说我的这款28F2 FE的 它非常小巧 稍微拖鞋一点 不过你把它盖上之后 就大概还可以了 我觉得 就是大概能满足 你的一个基本需求 那么或者是呢 你可以放一个 如果如果你不要上面的这个片 就把它放在上面的话 可能fit会更好一些 那么这个呢 就是F2 当然你也可以放广角一点 广角的这个呢 就稍微胖了一点 你看跟这个FE28比起来 就稍微胖一些 你也可以把这个胖一点的放进去 其实也还OK 也还OK 或者是我平时也经常用的 就是这个1670等效呢 大概就是20多到100多吧 就是这个 这个呢就稍微有点大 我很少会这么放 因为如果我的A3是 放TRA2875 那我的这个半伏机呢 可能通常会放一个定胶 那要看到底是用广角的这个 要放一个定胶呢 就看到底是要28呢 还是比较广角呢 如果喜欢Vlog的人呢 里边就会带着这个 不过我通常盖这些器材出去的时候 通常都是因为要拍一些东西了 就是一些商业社 那么我就放一个28F2的 因为我最喜欢这个镜头 那我们呢 为了爱护我的机子 其实我这个人比较粗糙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要买一些 比较扛操的 扛操的 扛操操的 操练的操啊 这个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当然一般来说 我是把它放到这个里边的时候 才会去装那些机子 这样这样这样 往里放 还是有点 有点有点累啊 有点有点危险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放在这里头了 非常完美的这样放进去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盖住了 但是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出去拍摄视频 我也没有那种F1.4那种大光圈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需要带灯 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我平时 有的时候会用的一个灯 那它需要放一个这样的电池 很大 放在后边 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打开用 那像这种灯 有的时候你也想带 可是你随身带就很麻烦 没关系 在机身的 在这个书包的后边呢 你也可以放东西的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放在后边 稍微有点挤啊 然后你把电池 放在你的左边的口袋里 它的这个设计呢 是比较好 是因为你看它里边也有这样的 团 然后可以 平时不放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这块掐紧了 它就放不了太多东西 如果你放很多东西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另外呢 你呢 另外一边呢 可以放一个小的 Micro Rode 这个 Micro 可以掐在这一头 就可以了 小的三条件呢 也可以再继续放这边 或者一些小的电池 的塞水 都可以放在这边 那你可以把扣 把扣系上 确实是有一些紧了 不过我觉得 为了轻便 为了可以 啊 这边好像就 不太安装下去了 哎 OK 一边弄好了 用外一边 就这样 所以通常情况 这样 你也可以把这个 Burlade 是不是能装 非常多东西 所以说装两个机身 啊 两个镜头 啊 一个全属机身 一个A7啊 这样的 然后一个 变焦头 然后还可以装灯 然后麦克风 这些都可以装 所以说它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它的这个容量 其实是很大的 当然也会重一些 基本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对于轻量级的 偶尔出去拍一拍片子的 人来说呢 这样的一个 Hatley Shoulder Back Small 其实就已经很够了 当然了 通常很多 我看YouTuber 他们用的是稍大一点的 上面有个T恤 那个当然也很不错了 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 经典 所以不喜欢 带有太大的包出去 也很广了 所以不穿实了 那今天的这个相机 相机包的测评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和点赞 我的频道 那就下期见 拜拜